大家好,我是小秦,欢迎来到国家小事频道 国家的小事,自己的大事 很多人呢现在就开始为了自己的老年生活打算了 比方说买房子啊,存款啊,包括给小孩做思想工作啊等等 那么就是希望自己老年的时候过得比较舒坦一些 可是当你觉得所有的事情都准备好了,准备安享晚年的时候 你的财产很有可能被社会的慈善部门啊,全部的接受 而且呢这是来自政府的合法命令,合法的哟 你呢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财产,房子,车子被低价的拍卖 账户里的钱呢被不断的转走 但是自己眼睁睁却无能为力 什么情况,今天我给大家来讲两个故事 有一个老太太,她有自己的房子,然后她的钱也足够多 理论上来说是可以安享晚年了 可是有一天,她在路上走的时候,或者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呢 被当地一个医生盯上了,医生发现她有轻微的健忘症 然后呢,这个医生就调查了这个老太太的一个个人信息 然后出具了一份证明说,这个老太太有老年痴呆的症状 生活不能自理 那么这个医生呢,出了这个证明之后呢 立马就打电话给她的一个合伙人 那这个合伙人是什么情况呢 是她开了一家老年人的监护人机构 也就是专门照顾一些生活不能自理 就比方说有些老人她意志不够清醒 或者说精神有点问题 或者说没有办法独立行动 然后子女呢又不在身边 或者配偶又不在,又没有办法照顾 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她是因为生活不能自理 政府的慈善部门呢就会说 那政府给你指派一位法定的监护人 那么就帮助你这个老人度过晚年 那就是这么一个机构 好,我们说回来啊 那么这个医生就给这个监护人机构的老板呢 打了电话跟他说 哎,现在有这么一个猎物 我们可以开始行动了 那么这个监护人机构的老板呢 就带着这张证明和这个医生本人 一起去了法庭 向法庭申请 让我们这个监护人机构成为老人的监护人 那么法院的法官呢 就秉着出于善意的原则 就把这个老人指派了一位法定监护人 那么当他们两个人获得了法院的许可之后 他们立马就给养老机构 也就是这个环节当中的第三方 打电话了 就说,哎,现在要来一个新的目标 这个老人还是挺有钱的 所以呢,你现在给他安排一个最贵的房间 要能够看得见风景的那种 因为房间费贵的话嘛 他们就能赚得更多嘛 好了,那么到现在为止呢 那么这个利益链当中的所有环节都已经准备就绪了 然后呢,他们就出发去寻找自己的猎物了 首先,这个法定监护人的这个机构的老板啊 就敲响了这个老太太的门 这个时候老太太还在吃早餐呢 就是看报纸吃早餐非常悠闲 觉得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 这个时候,他的门被敲响了 门口站着这个机构老板就跟他说 现在医生已经判解你精神状态也不好 体能也退化 法院呢,判断你丧失行为能力 为了保障你的安全呢 你必须从这里搬出去 安置在一个有足够的设备和有足够人力监护的这么一个生活辅助机构 法官现在指定我来当你的法定监护人 然后呢,就给这个老太太出示了法院的紧急监护宣告 那老太太就一脸懵啊 她说,我从来都没有任何问题 我连医院都不怎么去的 我自己也没有去过法院 也没有要求人给我派一个监护人 这太可笑了 而且这是我的家 你不能够把我带离我的家 这听上去非常合理 然后这个法定监护的老板呢 就给他看了另外一份文件 也是法院出的 就说,我现在某某某啊 我将成为你的法定监护人 你必须要跟着他走去他所指定的养老机构 你的财产,你的房子都会被我所处理掉 拍卖下来的钱呢 来支付你在养老院生活的成本 如果你今天不跟着我走呢 将会有警察强制执行 那么老人真的是没有办法 心里又害怕 又第一次碰上这个事 那么就只能乖乖地跟着他的走 简单地收拾了一下自己的行李 到了养老机构呢 老人就觉得很不对劲 第一件事情就是他的手机被没收了 因为所谓的法定监护人 其实就相当于可以决定你一切的行为 你请什么医生,要他们决定 你请律师,要他们决定 你要出门,可能都要他们决定 那么你可以有什么,不可以有什么 他就相当于给你找了个妈妈 那么老太的进去之后 第一件事情就是手机被没收了 这也就意味着他切断了他和外界的联系 然后呢,这个护理机构呢 就开始拍卖他的彩彩 把他的车卖掉,古董艺术品卖掉 或者有些呢,就直接顺手牵羊 放到自己的口袋里 或者说呢,把他的房子最后也拍卖掉 那拍卖出来的钱呢 就支付了他的一个豪华套件的房费 好,那到此为止呢 整一个利益链条就完成了 那么有些朋友就说了 哎呀,那个情况跟我这个情况不一样 人家可能小孩,没有小孩,没有伴侣 那我是有小孩的,我还会怕吗 哎,人家就说了 你有小孩,可以 你想让小孩来照顾你可以 但是,你的小孩是有问题的 首先他要上班了 他有自己的家庭了 比方说照顾你一周 假设要花30个小时 那么你的小孩是不是能够一周花30个小时 就是一天要花4个小时和你在一起 照顾你的生活起居 有时候要给你喂药啊 有时候要给你换床单啊,洗澡啊什么的 你小孩有没有这个精力照顾你啊 如果没有精力 那么你这个小孩也不行啊 这是一种 第二种,他们就各种想办法抹黑你的小孩 比方说把他塑造成一个隐君子啊 或者说是一个有犯罪前科的人啊 总之呢,就是说 你的小孩就是不称职 没有办法照顾好你的老人 法官的原则呢 他是说 我出于对于老年人生活质量的保障 出于对人的善意 当你的小孩没有办法那么 那样子照顾你的时候 那么我来给你指派另外一个人 他能够给你更多时间的照顾 更多时间的照料 然后生病的时候可以紧急给你送到医疗机构 那么他觉得这是对你最好的 这个你小孩可以来探望 这是可以的 对吧 这并不影响你们亲情之间的交流 那么人家的这个逻辑是这样子的 那么又有人说了 那我虽然说是有小孩 小孩就算不在身边 那我还有配偶呢 我还有我 她 我的配偶能够照顾我 哎 我接下来给你讲这么一个案例 其实事情也是差不多的 有一个老太太呢 她生过一个零八流 她呢 是常年跟她的丈夫 跟她生活在一起 然后两个人是互相照顾 本来就想以此为老 就是相伴一生的 他们呢 还有一个私人的生活助理 时不时的上门来给他们清洗一下衣服 打扫一下卫生之类的 所以其实一切都是过得没有问题 他们还有一个女儿 住得离他们家也不远 就是每天都会过来探望一下他们 看看他们发生什么样的生活状况 需不需要帮助 虽然不是说每天24小时的在在身边 但是我觉得也是足够了的 但是也是同样的一天 他们的门被敲响了 同样的流程 老人监护机构的人 带着法院的文书和警察过来说 让他们立即收拾东西跟他走 他们要争辩也没有用 说这是法律的 一切都是合法的 老人呢 甚至忘记了拿他的手机 也忘记了拿他的注定器 因为太紧张匆忙了嘛 就被那个护理机构和警察带走了 那么当天晚上呢 他们的女儿 例行到他们家里来检查 但是发现家里没有人 这女儿就有点急 觉得这是打破了常规 然后呢 就给周围的医院打电话 查老人的身份信息 也没有结果 给警察局打电话 也没有任何人报警 因为女儿去报警了嘛 所以可能女儿的这个举动呢 让警察局通知了那个养老机构 就跟他说 现在他女儿要疯狂的找 你们要去跟他女儿讲一声 所以呢 他们就在门上贴了一张纸条 条上面写着 我们呢 是某某某老人的监护护理机构 现在我带走了你的父母 如果你有紧急情况 你可以联系我 那么女儿得到了这个信息之后呢 就立马打电话给这个养老机构了 那那里的工作人就跟他说 现在你父母已经在这个机构了 他们现在住得非常好 有一个可以看得到湖景的一个房间 然后随时都会有人来照顾他们 你不用太担心 那女儿就说了 我还在呢 我又不是不能照顾我父母 你不能这么随随便便的 就把他带走的 对不对 然后这个工作人员就跟他说 这是合法的 女儿又跟他争辩说 就说你这个是不对的 人家就自此以后就指挥他一句话 这是合法的 这是合法的 那女儿没办法看电话 对方是这样的反应 没法沟通 那么直接就开车去了 那去了之后呢 他们那个养老机构呢 的确也是蛮好的 背山靠水的 设计也是非常的漂亮 然后他就看到了 他的父母的确是 住在一个很漂亮的房间当中 这个也是事实 但是呢 老人看上去没有什么精神 因为毕竟到了一个新的地方 他们老人的房间当中呢 是没有电话的 所以是不能够跟外界沟通的 脖子上呢 还带了那种报警器 就是一有问题你就要按 就感觉就像被监禁了 或者说是生重病的那种感觉 就整个精神状态就不好 然后呢 这个女儿就要求说 我要面谈 我要见你们机构的老板 到底是什么情况 那么机构的老板就出面 跟他见面了 说啊 你现在上游老下游小 你有自己的家庭 你还有自己的工作 你是一个什么景观设计师 你现在没有办法完全平衡住 你的工作生活 还有照顾老人 你时间是不够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认为你是不能够 照顾好你的父母的 所以我们带走了你的父母 而且这一切都是合法的 同时还给女儿发账单呢 说你给我打的每一通电话 我跟你讲的那个 每一分钟电话 你跟我面谈的每一个小分钟 我都会收费的 那么这个账单 就会从你父母的账户当中扣掉 储蓄账户当中扣掉 如果储蓄账户不够了 他们就开始拍卖你的房子 把你的房子的钱变成现金 来支付所有的接下来的费用 那女儿的就非常的愤怒啊 她就觉得 对吧 这太不可思议了 然后就在那个情绪失控 就在那里发火 这个时候养老机构 他们就直接把警察叫来了 说他精神有问题 就把他驱离 驱逐出这个养老机构了 那么就有朋友要问了 这个事情到底发生在哪里 这个事情发生在美国 的确不发生 的确是不发生在欧洲 但是美国和欧洲的制度是一样的 他们都有一个 法定监护人这样的一个制度概念 其实这个制度 是来自于欧洲的君主制度 就是说你君主作为一个国父 他是对于无法保护自己的未成年人 以及精神有问题的病人 你必须有一个监护的职责 从国家的监护导出政府监护人权利 在1324年呢 英国的法令 他就写道 国王应该保证那些先天智障的这些人的权利 在不浪费或者说不破坏他们的财产的前提下 用他们的财产获取足够多的利润 并且为这些天然缠障的人找到生活的必需品 那么这一条法律呢 就其实一直在欧洲大陆使用 然后呢就传入到了美国 并且呢在过去的800多年当中 基本保持不变 他在监护人和受监护人之间 形成了一种信任的关系 那在欧洲呢 他其实也是一样的 同样的法律 那我以瑞典为例啊 瑞典是这样子的 他对于老人的照顾的一种分为两种 一种呢 一种呢叫做Goodman 是级别比较轻的 也就是说 他是来辅助老人的生活自理情况 老人生活能自理 思想还能够自己表达自己的意愿 那么这个时候 他就给你指派一个生活协助者 来帮助你处理一些事情 但是老人自己有独立的权利 可以签署各项文件 包括把卖他的财产 或者说遗产怎么分配 那么这是第一个比较轻级别的 那第二种比较重级别的呢 就是类似于 之前我案例当中说的 法定监护人 流程跟美国的也是一模一样的 首先 他是要求医生出去证明 然后法院裁定某个机构 来担任他的老人的监护人 那么在正常的情况下呢 法院还是偏向于 只给你找一个低等级的 一个生活助理 如果这个生活助理就足够的情况下呢 法院是不会给你委派一个高级别的 一个生活监护人的 但是一旦法院觉得 这个老人的确是生活不能自理了 他需要一个法定监护人的时候 那么这个法院是有权利 直接违背你个人的意愿 甚至违背你子女的意愿 强制给你安排一个法定的委托人 那很多人可能就会说了 欧洲和美国不一样 你不能把他们去做对比 欧洲可比美国强多了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 只要有利益在的地方 人的道德水准都是差不多的 只要你有漏洞 就有人会利用这种漏洞来把你当成猎物 对吧 我们也不要多说别的 怎么办 我觉得最最重要的就是两条 第一条 提前写好你的法定监护人是谁 比方说是你孩子 你亲戚或者是你信任的任何人都可以 提前写好 千万不要很被动的 到时候让法院直接给你委派 这个时候你就很被动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 和你的小孩保持好良好的关系 让他们愿意花时间照顾你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一定要未雨绸缪 先写 先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那么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希望对大家有一点帮助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